人生啊就是活久戒 前年王妃谢霆锋呢复合了 去年智琳姐姐严承煦同框了 这刚刚进入2016年 又爆出周星驰和莫文蔚 又再度合作了 新爷的新片《美人鱼》即将要上映 片方爆出第二支宣传曲 世间始终你好 就是莫文蔚亲自现生的 那么时隔18年后呢 白晶晶和至尊宝终于又能 名正言顺的站在一起的画面 瞬间引出了不少的情怀 1月14日 趁着莫文蔚来到上海 为慈善活动站台的机会 记者们当然要赶来问问 他这次与周星驰 世纪同框幕后的故事 其实很少联络 真的因为都很忙 我很开心他想起我了 对让我唱这一歌 对让我唱 世间始终你好 新爷和莫文蔚的故事 要从1995年的《大话西游》开始讲起 当时只出过一张专辑 上述新人的莫文蔚 与新爷见面不到两分钟 就被定下出演白晶晶 戏里他和周星驰 饰演的至尊宝谈恋爱 而戏外周星驰当时 却有着正牌女友朱英 由于朱英没有明说 那个他是谁 于是有份参演 《大话西游》的蔡少芬 《兰杰英》等都遭受过怀疑 而矛头指向最多的 便是后来与周星驰 传出链接的莫文蔚 就算后来周星驰和莫文蔚分开 但两人私下的关系依然很好 在周星驰爆出负面新闻 被香港地区电影大佬们纷纷抨击时 莫文蔚就勇敢地站出来力挺 她很会照顾人 很会照顾演员 而且不管外界如何评价 我都不会理会 会一直支持周星驰 如今家人已成人妇 才子还是截然一身 欣妍这一次邀请前女友 来唱主题曲 《世间始终你好》 在莫文蔚眼中 也有一点其他的问答 我对她开玩笑说 你找我唱歌 而且唱这样的一个歌 叫《世界始终》 《世间始终你》 《世间始终你》 《世间始终你好》 然后怎么会跳这样的一个歌 让我唱呢 就白宁他有话想对我说了 他最后有说了什么吗 他就没话说 接不上了他 当然了 让《世尊宝》和《白晶晶》 再度同框 《新爷》除了既歌抒情外 更是达出了一个 自带闪瞎眼宣传光环的高招 身经百战这么多年 周星驰果然知道 爱他的情怀粉们要什么 这次我们三个人 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是 太厉害了 真的自己也想象不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 就是他很聪明吧 应该会给这个电影 会加分吧 不过不管周星驰 这次找莫门卫来 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莫门卫还是给出了 百分百的支持 我是有情有义的人 对啊 大家都很清楚吧 新闻再信 上海采访报道